张老师 你好你好 很荣幸见到你 小朋友们跟爷爷打个招呼 爷爷好 小朋友们好 赵亚夫六十四年扎根乡土 心怀群众 2001年退休后 他用自己的辛劳与付出 带领巨戎庄村 摆脱了贫困 当时这个地方是我们江苏省 农村最贫困的地区 一开始农民接受不了 为什么呢 他们说一个太太修的老同志 什么都不要我们的 自作为一个志愿者来帮助我们富起来 但是哪有这种人啊 不敢相信 不敢相信 怎么办 我就跟城里的同志们商量 我们自己来 做给农民看 带着农民干 这一年就取得了成功 那我觉得现在我们的小朋友们 你们也要今天回去之后好好想一想 你们心里有没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或者将来以后你们想做什么样的人 这个算是今天我们留的作业 好不好 好 好